刚刚看到河南平顶山药抽干河水捕捉怪鱼正在直播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榜的第一 到底是什么样的鱼值得在这样的雨季大动干戈 要抽掉二三十半立方的河水来捕捉呢 这是一种来自南美的高危外来水生生物 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现在这个河里的鱼已经被它吃掉一大半了 公开资料显示它能长到三米多 体重最大长到两百多斤 前段时间我说过这个话题 这个鱼的名字叫做恶雀扇 它属于史前鱼类 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一亿多年了 因为它的嘴巴尖尖的像鳄鱼 满嘴锋利的牙齿 攻击力直接拉满 所以叫恶雀扇 捕食性强的恶雀扇几乎能吃光栖息环境中所有鱼类 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 同类香残对它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如果把这个恶雀扇放到咱们长江以南的水域 会给咱们的野生动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相当危险 因为它可以产15万枚以上的鱼卵 达到了温度湿度条件以后迅速成长 吃掉本土的所有鱼类 除了破坏生态 它还会造成经济损失 如果养殖的水域混入这个恶雀扇 那么基本就绝收了 会让养殖户血本无归 它本身啥价值也没有 它的鳞片非常坚硬 穿了一身铠甲 可以抵挡利刃你就想刮林根本刮不动 所以这样一条全副武装的鱼身上获取鱼肉 不要想了 而且它的卵和卵巢 对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 那是剧毒之物 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中毒事故 这种几乎百害而无一利的生物 怎么会从遥远的美洲来到我们国家呢 首先它的形体奇特凶猛 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 作为观赏鱼就养着了 养着养着又由于它的生长速度太快 水足缸养不下了 人为的放生或者丢弃了 还有一些人就是来放生的 比如说咱们常吃的小龙虾和牛蛙呢 也是外来入侵物种对不对 看它们能被摆上餐桌 开辟出一条产业 恶缺扇完全没有经济价值 生物安全人人有责 我们必须要增强防范意识 共同守护国门的生物安全 不要随便放生 有的时候放生 那就像恶缺扇一样 等于杀生